而这场世贸月补选 巫统和伊斯兰党是否会再次携手合作 迎战希盟呢 巫统代主席莫尔·莫哈山被媒体追问时 大方地说 两党过去合作取得不错的成效 因此是否继续合作 巫统当然抱持着开放的态度 而且他还说 就算是补选结束了 巫医合作的关系也不会结束 不过另一边乡 伊党却突然决定 来临的这场补选 不要再跟巫统携手合作了 首相对马尔迪透露 伊党主席杜斯里哈迪阿旺已经是白纸黑字 写下了这个承诺 巫统和伊斯兰党在基马伦补选中 携手合作尝到胜利的果实 如今是毛月补选 两党是否会继续巫医合作呢 巫统代主席莫哈莫哈山 被媒体追问时宣称 两党合作不是第一次 为了替人民发声 并且在国会增添不同的声音 巫统要跟伊党合作的意愿 不会改变 尽管他强调巫统对于两党合作 抱持开放态度 不过首相敦马哈迪却揭露 伊党已经向他承诺 不会再跟巫统合作迎战这场补选 敦马还透露 这不仅仅是伊党主席哈迪阿旺的口头承诺 甚至还有白纸黑字可以证明 马哈迪今天是在吉隆坡出席一场活动时向媒体透露这个消息 由于媒体报道 敦马昨天才跟哈迪阿旺举行会谈 两人会面长达45分钟 因此媒体今天就纷纷追问 两人到底谈了些什么 敦马虽然没有透露细节 但是他说两人的会谈主要都是围绕在政治 而世贸越不选 伊党决定不再跟巫统合作 就是哈迪阿旺的承诺 在这同时 哈迪阿旺则向媒体透露 两人会谈主要是商讨州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协调问题 他还透露中央政府同意将向邓家楼州政府支付石油税 NTV7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